一个比较简单的 就挑一个心形好不好 这个是简单的 来 预备 开始 你拿这个菜刀的方式 各决 你拿这个菜刀的方式各决 这样在家拿着一根签笔这么修 家长也会修你吧 我从来没有见过 有人拿菜刀小签笔 感觉他很清楚 每一刀要下到什么位置 其实我觉得菜刀对他来说 只是重量增加而已 给他一个刀片 我感觉他一样的 对 他只需要把控一下手里 拿菜刀那个劲儿就行了 最后 已经出来了 真的 太好了 他这个刀法真的是 每动一刀我都好紧张 其实我所有的作品 都是要经过抛光的 然后抛完光 它会有像是金属一样的指甲 你在签笔上的抛锅 抛锅 太细了 真的太细了 真的太细了 泽林压力有点大了 我说句实话 削爱心我可能削不出来 削跟手直头 我可能削得断 真的 他这个也太细了 我说句实话 好了 这个 OK了 好漂亮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这位小泽林看完之后 还有信心比拼一下吗 因为我知道我们美术生 很多那个就是从业的 有人去削甘蔗了 你啥 削甘蔗了 你啥 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成功的话 我会有一些小礼物 小礼物 奔着礼物 泽林 我奔着这句话 试一下 我觉得有福同享 我们有笔一起削 对不对 你什么 来吧 为什么 泽林 既然组长都说这种话了 就上吧 泽林可真是我们的好组长 我连削笔都不会 让我在上面雕刻心 老师我们先把它两边打薄 跟那个理发是一个原理 是不是 差不多 两边打薄 然后后面拿推子推一下 两边打完之后 再把中间凹槽做出来 就是心形的凹下去的地方 你叼的这个不像心 你叼的这个像结石 但你这个结石现在不是很大 所以立刻就医的话 应该还可以处理 太大就不好了 泽林现在削的 他上面把那个 心的那个凹槽给出来了 但是心的下面 泽林这个有点心肌肥大现在 心肌肥大现在 我这已经变成一个拳头了 你发现什么 为什么叼了一个拳头出台 老师他已经举一反三 叼出一个拳头来了 厉害 这个延展性不错 没事 我们有专业的队长在 不怕 泽林开心 我要叼一个珍珠 泽林这个真的是可以的 已经 泽林有这个形容 有这个形容 但是其实是有这个形态的 这是丁真的乳牙 这是丁真的乳牙 来 张延祺雕的是一个 是个拳头 你要仔细看 你要去找他那个感觉 这个感觉不太好 镜头上连雕刻的痕迹都没有了 那为什么 这个功底太深了 你雕刻的浑然天成 不知道还以为是支铅笔呢 你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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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